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会谈 耶稣进去会谈里面 为路加来讲 很自然的 耶稣进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训 大家在写福音的时候 写到这一点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耶稣有一个教训的使命 他有话可以讲的 一直到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连法利塞人好像接受耶稣教训 因此 暂时还不生气 可是 在会谈 除了耶稣和法利塞人和军事以外 也有群众 当然只要听耶稣的话 而在群众当中 有一个病人 有一个人的用手了 干苦了 问题 问题可能在这边发生的 假如耶稣治好了他 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已经知道了 耶稣能抑制病人 而且 也知道耶稣不管 是不是安息日 不止 好像耶稣比较喜欢 就是在安息日之好人 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安息日就是 纪念天主撞造的大功能 是庆祝 天主对耶稣人所做的大事 因此 治好了人 是再一次实现的 天主对耶稣人所带来的拯救 所以 耶稣愿意 使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作一个大恰的工程 只好他以前 叫那位有甘苦的手起来 站在中间 以后 他问大家 问金师和法利塞人 也不可以才安息日做好事 他愿意 他所愿意做的事情呢 成为 成为一个 进驻的机会 而不是 一个骗论的理由 这是 金师和法利塞人做过这样的机会 不愿意赞你 不回答 耶稣 不是这样的人 但没有 会这样的一个机会 治好了那些人 当然 对方 立刻生气 他们以为 知道为什么生气 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人 因为耶稣 在安息日工作 可是 真正的 他们知道 为什么生气呢 祝大家 平安 很高兴 还感谢 激劲 几乎